我现在陪一个中国朋友去找工作 去感受一下在迪拜找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私人 所以我就不会拍到他这个脸 如果有录到他的声音 我也会做一些特殊处理 没啥你说我在录 是 迪拜就是这样子 老板就怕你跑路吗 因为他工作前都办出来以后 能够搭在你手上你随时可以走 做了五六站扣了我五块钱现在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叫德拉的地方 看一下这个这个很厉害啊 阿拉伯人带了一个应该是巴基斯坦什么 放在扛箱子 这里是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了 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在迪拜认识的 他之前在迪拜工作了大概五年这样子 中途出去玩了一连 现在又回到迪拜 I think this one is from China Yeah Chinese Yeah this Chinese Yeah so what are you shooting? Music video or something? Yeah music video Music video Ok so this man is a local singer Yeah very famous 左边那个哥们在拍照 这个哥们在我看他怎么拍 人家爬这么高 他拿长焦拍 已经看不出这个高度了 那我先去哪里吃东西啊 随便啊 Yes good Pakistan Yes nice to meet you 这是一块钱一片 对对对一块钱一片 然后这里还有奶茶是印度人开的吧 那我们点两杯茶点点面包 这里是繁华闹市的一条小巷子 It's good business here No it's in the Dubai finish The you mean here is not good or no Finish it? No I'm done Very done You from China? Yeah I'm from China Yeah he's also Chinese But he's walking here It's very便宜 已经很便宜了 在迪拜这种地方 人家都说房租这么贵 这一顿饭花了两碟阿姆 差不多4块钱人民币 对啊没啥呢 Where are you? Yeah I come You go country Yes 你认识啊 我认识我之前的这个 今天几点还有他们的相当导 为什么这么萧条啊 别人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我以前就是用这种拉车送货的有人 这个中国人他听到还是错的 这就是4条板凳 4条板凳 对 然后你们如果讲话就说4条板凳 你就知道是这里 所以上科书就知道是那里 对对对对 那个小伙子也是住在那个 哪个小伙子 就是就是消磨以前 这样子就是没事情了 我回到店里做 有事情了就要去收钱了送货啊 就这样子 要么就是要么就是他请来了 要么就是说 要么就是说 进去的 以前那个环境 我先想真的是 你能 你能低到200万 往200万 低到梦里 在这里随便能挣到钱 眼底底下 那你客户都不用找 客户会找那里 拿一下就是 几十万几十万订单 一天你收货都收不完 现在怎么那么萧条啊 都有原因的 中中中中乱 有些人饭都吃不完 还有一种就是说 中国城也开了很多 那么 那么这个市场也饱和了 那么以前做签证很难 现在做一个签证很容易 现在都免签了 对对对 那这种都是有原因的 这种全部要算进去啊 那你以前在这种店里边卖东西 就是一整天在里边 对 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一个半小时 要么十二个小时 十一二个小时 七八千的命病 别的根本 这什么都要住的 不是说你卖户就卖户 你要送货 你要包 你要倒包 你要干嘛 我觉得工资好低 说真的 有更低的有多 这种享受 谁都会享受 一女好一点超一点 那他如果像这种小店 换我感觉 那我可能宁可造巴基斯坛的 对啊 就算高一点 给他一千 一千二 一千二 最少一千 包个住对吧 不包住 住的不包 那住在这个区域很贵啊 那种不是说了 15个平方 20个平方 住20几个人啊 就底下铺位也有 我知道就三层铺 地板上还有一个人是 对对对 那种要两三百吧 两三百 对一个月 那个还是便宜的 那怎么他们吃那个布拉达 天天吃布拉达 也差不多 布拉达多少钱 布拉达一块钱一个 布拉达是什么东西 饼子 很大的 有大有小的 那他光吃饼不吃肉 不吃菜啊 菜那个两三块 那个那种什么巴基斯坦咖喱 好惨啊 这听起来好惨 一天有之后有些10块比拉姆都不吃 这样营养也不够啊 营养不够没办法啊 好 我问一下 这个行李上 这个行李上 你要行到非常 的工作 听到什么地方 因为 有点点 谢谢啊 谢谢啊 我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你要怎么工作啊 哦 哈哈哈哈 也没有啊 现在 他说是听保障 哦 谢谢啊 我们 这你做什么 嗯 我是以前在店里不销售的 有些人 哦 不是很少很少 我是最近 刚才来的 哦 以前上 以前我也上了 哦 以前也是在这个 我是卖那种香水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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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谢谢啊 谢谢 反正就没叫去问哪 他呢 我两个就跑啊 这个真的是中国人的店 进去问一下 那我去看 你现在进去问一下吗 在里面狗带里就行 要不去问一下你以前老板吗 我去看 我去看 号码 不是 你又不是号码 我确实不是号码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这样子 忘了忘了 人家说没有或者是不要 都没有关系 那是你问的 总比不问题 除非你英文嘴边很高 他还是回头他需要 他这个职位 一般人带去不了人 那女朋友有用 这种职位很巨大 哪个都能带去 没有习惯啊 所以我要抽摇 我要回去 你要回国啊 哎呀 我回国总 不会二十 我在这里就要二十 没了 哪个给我钱哪 你买了票吗 回去的票 没有 确实是没有 你买了票吗 你买了票吗 他认识了 他也在找工作 你认识了哪个票吗 他认识了哪个票 你买了票吗 你买了票吗 他认识了吗 他认识了 他也在找工作 你认识了哪个票吗 你来问他知不知道 那谁的 老闆上自己 这样子都是假客气 他有没有你 有没有工作 他来管理的 我在他这里知道 也对也对该这么久了 以前是老板找不到人 现在是找工作的人 找不到老板的人 其实都不怕人 找不到 就永远有人来问有没有工作 我在那边等你就行了 他现在去一个换会的店里面换钱 我在门口等他 应该这个城市还是挺繁华的 不过这里的繁华 跟我们并没有多大关系